我很難過, 為何弄到家庭這樣 房子裡的傢俬、床褥全部都有室 食物也沒有, 只剩下半個蛋糕 他們的女兒肚子痛, 哭了很多次 我問你為什麼肚子痛? 她不敢告訴我, 她怕我罵她 原來她撿人家的食物 最近我們收到觀眾報料 說發現了一個隱蔽家庭 戶主劉媽媽和三個女兒都是智障人士 住在大角咀一棟舊樓裡面 聽說她們的生活情況很差 三餐不計, 更加欠缺照顧 我們輾轉找到樓媽媽的親妹三姨 一起上去探望 剛好三個女兒也在庇護工場下班回來 進屋沒來, 二女三女還爭著收衣服 是呀… 看得出, 她們平時都會分工做家務 不過做起來就有點雞手鴨腳 事實上, 屋裡的衛生環境都挺惡劣 一地垃圾, 果皮 桌面還放滿食成的食物 貴, 長身都起了積, 發霉 三姨說之前還有失患 情況都挺令人擔憂 癢不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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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癢了, 痛不痛? 不痛 會不會是之前說有失, 可能是失咬到的? 會不會? 我覺得會, 她說沒有失 之前Kat過有失患 失的終積, 拍過了, 一定要扔掉 衣服放在廳裡, 掛在這裡 風扇對著衣服, 二十四小時開著 風扇就燒, 雪櫃, 兩年左右換一個 什麼都塞進去 碗碟也塞進去, 筷子也塞進去 下面那一格, 放了一瓶瓶的幾十瓶水 雪櫃的膠瓶 你無法說, 教不上它, 都是這樣 我最怕他們發生意外在家裡 沒人知道, 死了也沒人知道 原來劉媽媽和這三個女兒 早年一直住在西貢村屋, 由丈夫照顧 可惜2008年, 丈夫過世 村屋的丁拳又賣給地產商重建 所以母女四人 四年前就被地產商安置了 在大角咀這裡暫住 等村屋重建完成 才分一層給他們居住 三二說, 他們住在這裡 生活一直過得去, 直至去年 去年二、三年的時候 工場打電話給我 因為找不到她四女兒 因為找不到她 所有要申請的東西 所有文件的東西不能動 原來劉媽媽還有第四個女兒? 疏忽照顧, 難道跟四女兒有關? 我生了四個女兒 大那個就是子相和母親差不多了 第二跟第三個子, 子相比較好 但也不是正常的 生了第四個子女兒, 子相是正常的 很厲害的 也因為這樣, 爸爸在四女兒五歲的時候 就把她送去寄養家庭生活 跟家人的關係每日漸疏離 我十八歲, 她要回家 但回家後, 她也沒有回家 然後就很少回來 於是三二就一直擔當 四母女的委託人和照顧者 定期幫她們買食物和上門看她們 不過七年前, 三二身體出了問題 根本無力再照顧下去 最終社署就找到劉媽媽 唯一智力正常的四女了 由於四女是劉媽媽和幾個姐姐 唯一直屬親人 現在三二做不到委託人 她就唯有要頂上 以為慢慢上到軌道 誰知道去到去年終於爆布 工場打電話給我 因為找不到四女兒 她說她們沒錢上班 又沒飯吃 以為只是一天兩天 就買東西給她們 跟她們增值, 等她們上班 隔不夠一個月 工場的理事又打電話給我 她們有沒有飯吃 又沒工作, 果然不是吧 三二馬上逃去她們家看看 竟然發現… 沒飯吃, 只要吃百米 我找到雪櫃, 什麼都沒有, 全空了 桌面什麼食物都沒有, 全空了 更難過的是 街坊說她們三姊妹 她還試過因為太肚餓, 衝了上街 有一天, 大姐她下來走過 我看她走了幾轉 樣子好像很瘦 拿著一張紙, 寫著名字 有個電話, 我問她什麼事 她就說原來找不到她的四妹 她就想我幫她打電話 打了兩次都沒人聽 街坊擔心她們出事 就帶了她們到附近的議員辦事處 找幫忙, 期間她們還說… 說她們挺肚餓, 需要食物 平時看到她們也挺開朗的 我還沒見過她們這麼擔心 事後, 她們不斷聯絡四女 就連工場以折社處 找了半年都找不到她 究竟去了哪裡呢 安常理, 作為委託人 代收了四母女的雙殘津貼 和庇護工場工資 應該定期付錢給她們 幫她們增值電子錢包, 方便生活 但實際上, 四女有沒有這樣做 其實照顧我根本沒有照顧過 坐底十幾至二十天才付錢 叫她下來樓下, 去設分增值 增值完給她們錢, 她就走了 她不會到家裡的 沒有回來 對, 有來過這裡嗎? 有買東西給你們嗎? 有 買什麼? 去買餅乾 買餅乾?哪些餅乾她買的? 吃光了 吃光了嗎?什麼時候買的? 很久了 有打給你嗎? 沒有 沒有打過?你有沒有找她? 我不知道在哪裡, 怎麼找她 你說你很餓 你很餓, 為什麼你不打給她? 我又不聽 打了多久了?是不是很餓? 對 照看來, 四女似乎很少出現 想找也找不到 而且根本付不夠錢 或者很久才幫她們增值一次 會不會是她經濟出了問題 就轉不到才發生這種情況? 不過三姨就說沒什麼可能 她們四人是獲得雙承金 四人的雙承金 而且她現在這三個大女兒、兒女、三女 那些工廠的工資 都是她們用來做生活的 加上也有1萬1、2元左右 夠生活的 不僅定是收到政府津貼 她們爸爸也有留下物業和遺產 足夠應付開支 她們在銀河有100多萬的基金 還有120萬的現金 現在加起來大約? 加起來有200多萬左右 還有山腳有一棟樓 有兩個單位就用來收租 那些工廠的工廠是很重要的 四女作為委託人和遺產承辦人 照計可以分配和動用這些錢 解決生活所需 為什麼會出現沒有錢開飯 這麼荒謬的情況? 我們去她們在西貢的舊居 打聽四女下落 誰知道村民說 原來她已經一早買了 爸爸的收租物業 是, 賣了 那裡什麼時候賣了? 很久了 是否早幾年? 也是七年左右 你也知道賣了嗎? 她本身是她自己做什麼 租給人, 後期沒有 我知道她賣了 惡到已經賣了?錢去了哪裡? 大家都不知道 不過最奇怪的是 四女接受了委託人之後 還連一早替幾母女 申請定的院舍服務也取消了 我花了這麼多心機跟她的申請 都是為了她們將來好 因為始終你照顧她 你要照顧一輩子 你現在不要只看眼前 因為你排院舍要排十幾年 不是一排就立即有 你排得來她年紀到那個時候 就剛好進去住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四女要這麼做? 不知道 所有事情似乎只有四女才知道 可惜根本沒有人找到她 社署曾經聯絡到她 社會護士都跟她說了 她說你照顧不到 你把權力交給社會護理處管 接著她聽到之後 她沒有回應, 就收線了 之後以後就打開給她 已經不接電話了 到現在都找不到她 慘在她始終是劉媽媽 一家唯一的合法委託人 很多事情都要經過她簽署, 要經過她處理 我覺得很深刻 不知道怎樣幫她們 始終責任都在她的四女身上 我年紀大了 我沒可能照顧得到她 情況交著 我們嘗試聯絡四女 同樣打了很多次才終於找到 我們東張西望打來的 因為我們接到 有人跟我們說 你的家人、媽媽和三個姐姐 住在大角咀那裡 曾經試過肚餓到要到家找東西吃 和報警說找不到你 想知道當時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不是找不到我 發生了甚麼事 我是不是需要交代的 其實也幫不到的 我們嘗試遊說 她再想一會, 最後講了一句 我不想跟別人說我自己的事 是, 是否有什麼難處呢? 說到這裡, 他先藏起來 始終不肯透露任何原因 種種行為仍然是個謎 如果他是沒辦法可以履行的站 應該要立刻去終止把金錢 由這位受託人轉給他的家人 相反, 應該盡許委任 另一位信得過的家人 或者直接由社會福利署 去接管家庭的福利需要 就事件, 我們去信社署 回覆指, 處方一直有跟進劉媽媽的個案 然而他們先後透過家人要求 取消院舍照顧服務的申請 搬到大角嘴後 亦表示沒有家庭服務的需要 然因應長遠照顧需要 積極為他們安排住宿照顧服務 亦會繼續跟進並提供協助 不幸中之大行是 自從劉媽媽的事件曝光 不少志願機構都主動幫忙 暫時提供派範和處理失患 解決言微之急 三二當然最希望 他們可以盡快入住院舍 亦希望四女能夠早日現身 交代一切 希望四女對她的家人好一點 照顧得好一點 如果她覺得累, 辛苦 要不就放出來 讓社會福利署管 無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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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